心吧你看 阳光照耀到的一切那是我们的国度 哇 一个国王的统治跟太阳的起落是相同的 总有一天太阳会像我一样摔老下沉 并随着你登上王位一起上升 这一切都是我的吗 是 阳光能照到的所有东西 那有阴影的地方呢 那在我们的国度之外 你绝对不可以去的地方 我以为国王可以随心所欲啊 你错了 国王也不可以随心所欲的 为什么呢 孩子 你看 所有的生命都有它存在的价值 身为国王 你不但要了解 还要去尊重所有的生命 包括爬行的蚂蚁和跳跃的羚羊 但是爸 我们不是吃羚羊的吗 没错 我来给你解释 我们死后啊身体滋养青草 而羚羊是以草为生的 所以 生命相互关联 才会生生不息啊 嗯 我真的好像复合那种感觉 那 刀疤叔叔 你猜我去了哪里 我最痛恨才比你的游戏 我将会成为这里的国王 啊 真好啊 爸爸刚才 带我看了整个国度 我今后会统治这一切 我今后会统治这一切 好吧 原谅我没有高兴的为你跳起来 我背上的伤又开始疼 哦 刀疤叔叔 如果我是国王 那你是什么 你是猴子呢叔叔 哈哈 你好奇怪啊 还有更奇怪的呢 哦 原来你爸爸带你去视察 整个王国了是吧 是啊 有没有带你去北方 边境太阳升起的地方 哦 没有 他说我不能去那里 他说得完全正确 太危险了 只有勇敢的狮子才会去的 我很勇敢的 那有什么 对不起 辛巴 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辛巴 小可爱 我必须为我的王子侄子着想 没错 我是你唯一的侄子 所以啊 我更加的要保护你 年轻的王子 不适合去大象牧园 大象的什么 哇 哎呀 天哪 我说的太多了 不过我猜 你早晚总会发现的 你从小就是 人子的聪明 帮个忙吧 跟我保证 你绝对不会去那可怕的地方 没 没问题 这才是乖孩子 快去玩吧 哦 一定要记住 这是 我们的小秘密